您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李孜贤 Tnews联播网聚焦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及高雄的新闻消息 头条新闻来看到为了稳定这个民生以及产业的供水 经济部南区水资源近年来开发多元水资源 而其中高平溪沿岸的浮流水开发 作为大高雄备源用水至关重要 由于浮流水具有浊度低 水量丰沛等特性 南水局是超前部署将大大降低高雄地区的缺水风险 同样是来自高平溪的水 川流水着度偏高 但浮流水相对清澈许多 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局为了解决高平溪川流水着度过高 以及达到稳定供水的目的 近年来积极开发高平溪浮流水 上半年旱象发生时可以说是发挥极大的作用 稳定高雄地区民生及产业的供水 我们高平溪沿岸其实我们有大概设了 大概八座的一个整个浮流水的工程 那它的一个设计出水量大概可以每天 达到79万吨的一个出水量 那对于整个高平溪在遇到高浊度 或是像今年旱灾缺水的情况的时候 它就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备源的功效 所以说让我们能够安然的度过今年的一个旱灾 所以说我想浮流水这个部分是一个我们非常值得开发的一个案子 以新田浮流水工程为例 南区水资源局在高平溪沿岸开凿了两座辐射井 完成积水岸管输水管架设之后 每天抽取高平溪河床下方10万吨的浮流水 并以不同的状况调整水源供应 行政院南福中心副执行长陈文亮表示 这次旱灾能够安然度过 浮流水的开发功不可没 至于台积电即将进驻高雄势必增加用水量 对此南水局也做出了说明 针对南子产业园区的用水 大概分两期 总共需求是11.8万吨 第一期是3.3万吨 第二期是8.5万吨 这个部分其实它的使用主要是用再生水来供应 自来水主要是提供备源的功能 所以这个部分的用水是没有问题的 产业园区需要用的水 我们也都要超前部署 将来我们民生用水跟工业用水 都会无余了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水 浮流水的运用 还有风水级跟骨水级 我们要怎样来调配 也都是我们跨部会来整合 做最好的纵向横向的合作 把我们民生用水跟工业用水 通通合理安全的解决 这样才是最重要的 今年初受到降雨减少的影响 高屏溪的川流量 4月时一度下探历年来低点 还好自来水公司七处管理处 提早做好了抗旱整备 再加上南水局增加高屏溪浮流水的供应 才顺利解除这次看向 南水局表示 浮流水可以提供低浊度丰沛的水源 面对未来极端气候 政府也将持续开发品质良好的水资源 不过还是要呼吁民众节约用水 才能达到水资源永续发展的目标 我们也能锁出 这个 我们 嘛 谢谢大家